Hello 大家好我是Valerie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是一支很轻松的闲聊 就是最近的购物分享 越来越喜欢拍这种闲聊影片 因为不用写招本 然后录的速度越快就还蛮开心的 那今天的影片呢就想说 把我这几个月买到了一些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比较冷门的小物跟你们分享一下 那最近因为要录出了嘛 我就想说要怎么样才可以增加服饰的层次感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衬衫啊就是最好的入球单品 就可能还没有到这么冷的时候 你先穿像我身上这种薄薄的衬衫 然后它再有领口啊 再有领口啊 然后还有售果这边做了一点比较特殊的设计 它是有点健美的 然后有点松松的松弛感 然后售果的部分你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是做的有点像那种比较宽瘦的设计 就比较有设计感比较时髦 然后它整件的材质是有天赤的成分 所以其实软软糯糯在身上非常的舒服 那除了像我这样的衬衫之外呢 还有一些像是帽子啊手套啊 还有今天的一个大重点就是要给你们分享 这条迪欧的推理丝巾 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一条我觉得它超美的 那那时候其实我一直在这一条就是它是 千鸟格跟迪欧他们家的老花系列之间做纠结 可是后来我发现就是迪欧最新的推理丝巾 它们的背后就改成这种比较有点sporty的图腾 是图腾吗还是就是这种比较sporty的logo 那像它第一代第二代就是米色的 然后上面就叫Dior 就是比较温柔比较 比较昏晚的感觉 那它们现在第三代的这个设计我觉得就比较 也不是说不好看就比较都市丽人的感觉 但是就少了一点 我自己觉得少了一点那种法式的柔美的浪漫的气质 我印象中啊第一代的那个Dior的老花系列的花纹是比较小的 然后第二代变比较大 然后第三代呢又恢复成比较中小型的 可是它的这个它的下白处这边 它的Christian Dior就被拿掉了 那我自己其实觉得这个Christian Dior很漂亮 你可能丝巾围上去的时候露出一个小角角这样很漂亮 所以它把它拿掉我就没有那么喜欢 它只有在这一条千鸟格上没有保留这个设计 所以我最后还是带了这个比较适合秋冬用的千鸟格回来 其实仔细排完就会发现网络上其实很多这种初一世间的衣服 像是艾玛莎他们家也有初一世间啊 然后LV他们家也有初一世间 Dior的老花还有Dior的天鸟格 算是我觉得看起来最简约最百搭最景点的 所以我就还是带它 那像在秋冬如果你今天是像我一样穿一件比较素色的衬衫的话 你就可以把它围在你的winkle这边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就是在你的素面衬衫上面做一个画纹点镜的效果 网络上真的有蛮多种技法 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那我自己平常最喜欢的 也不是最喜欢的就是 最简单的就是那种打一个火解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好像不难看 但是我觉得就是 因为我自己个性比较 比较不喜欢这么 一套娘到底那种感觉 我比较喜欢那种 因为通常我会把它绑在我的winkle下面 就是这也是一个option 就是也不难看 给你们分享一下 那我通常大部分的时候 我都是打在我的脖子上 就是我会把我的衬衫敞开 所以我可能会像这样子打一个简单的结在脖子上 嗯 我觉得跟刚刚比起来这样就没有这么拘谨的感觉 就是一点小造型这样子 一点小造型 可是我觉得整体看起来应该还算是有气质的吧 就算是还可以吧 就这样子 跟刚才那个绑一个结其实感觉蛮像的 但是它这个是一个火简 就是可以随时调整你要的长度 可以把它摆的侧边 就这样蛮好看的 它就会比较短的 就有点choker的感觉 就还可以啦 就是软软糯糯 然后有一点发饰气质的 一个搭配一个look 这样 然后有些人会把它 呃 缠在手上啊 当成这个手环 这样 这样 这可能要夏天 然后要可能老花的那种款式 就要适合 或者有些人会绑一个马尾 然后 记在后面 这样 就如果你们对迭加层次感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可以买一条 然后我那时候购入的价格好像是8000块台币 可是我忘记是不是还有什么 周年性活动就有折一些价钱 我但总是就购在七八千这个价格 那再来接下来给你们分享的是这一支墨镜 然后一样是Dior他们家的 我觉得我最近就是对Dior他们家的东西 就是小配件啊 就是很感兴趣 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小配件都好可爱 然后你平常就穿你自己的私服 然后加一点点就是品牌的东西 整个人就时髦起来了 那我今年夏天在Dior他们家入了这一款墨镜 我是在东西的一间眼镜行 就是这一间只带这一间店买的 那时候是他们品牌的中年庆 所以也有打折 记得是九折的样子 给你们看一下眼镜戴材的感觉 侧边 正面 这一边 那我觉得这是眼镜好看的点心 我自己是属于就是钻石型的脸 上脚比好像有点奇怪 但反正我的脸型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这样子 下巴很尖 然后这边又没有到很饱满 就不是额蛋脸是一颗 这边是平的这样这样下来 那像我们这种脸型的话 就是会很在意额头啊 就是有没有太阳衰凹陷啊 还有唇骨很凸这件事情 最近就打了一点点精灵针吗 在额头 不然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就有点蓬蓬的这样 我觉得这支墨镜很棒的地方 在于它可以把我最在意的点 就是我的 全部很宽这个地方 就是 真的很好 你看一下 就整支眼镜戴上去我的脸型 就是被修得很顺 就是有点额蛋脸的感觉 出来了 就我觉得戴上去这个额头也更远的 然后脸型也更额蛋脸 就是还蛮好看的啊 因为其实Dior他们家 陆陆续续续出了蛮多好看的眼镜 可是我每天在那边试了好几支 就还是这支最适合我 然后它的镜面是蓝色的 所以我戴起来就是我拍照的时候都会有点 看起来有点黑包或什么 那 我觉得黑色跟蓝色都蛮好看的 那他们之前的这个系列是出镜框比较大的 的样子 然后这个虽然是有点 嗯 梯形吗 这样看是梯形 如果你觉得这支跟那支的样子 其实戴起来差不多 可是价钱大概差了5000块 你觉得不值得的话 我就可以买第一袋就好 第一袋也蛮好看的 我自己也有考虑想要再入一支第一袋 然后它的墨镜袋是这一个 Christian Dior的皮革袋 从以来就是我们那天在这间眼镜店的购物经验是还蛮满意的 反正他们家的服务就是服务还蛮好的 就很细心 像是老孙就有男友他的脸特别大 很难照眼镜 然后那个服务人员就一口气拿了十几支把班拿了两排 快二十支眼镜上试戴 然后都没有不耐反 觉得蛮贴心的 然后那时候中年今天要送的这个 他们家品牌的眼镜的收纳盒 其实我由于大部分原因是冲着这个东西去的 就觉得这手脑盒好赞 像旅行的时候你可能会收很多支眼镜 这样戴一盒出去就很棒 那最后一个要给你们分享的是 我忘记是几个月前 反正也是前几个月买到一个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有没有兴趣 它是纯金的项链给你们看一下 在这边 那一天就是跟朋友去迎楼 然后他们要挑结婚的金饰 然后我就在旁边看 前几年吧 就开始流行那种很复古很vintage的 那种金色的硬币项链 那他们家一条其实也不便宜 买下来可能就两千多块吧印象中 然后因为它不是纯金的嘛 就它也不是k金镀金的 其实没有到隔几年了 就隔几年了 因为我的项链就整个发黑 而且我又是那种很懒得 就其实很懒得拖项链的人 所以我后来就想说 不然来看一下金项链好了 所以我就挑了两条这种 比较sheet的金项链 我觉得女生戴起来蛮好看的 因为你们应该可以从今后看到 我头发是黑的 然后皮肤其实就有点橄榄色 我其实那时候有点担心 因为我像金色这种颜色 在我的身上会不会不合适 那我实际戴了大概两个多月吧 我觉得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 你刚开始看不习惯 可是戴上去久了之后 你好像就自然而然的开始会喜欢 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一个 以前从来不喜欢戴金色的人 我一直都觉得我弟是一个银色人 就是一定要是银色的 我才会比较显白 但是这一次就是戴了金色的项链之后 我开始慢慢地 我就搜集一些金色的单品 像是上次影片的Chanel她的那个包包 其实我也是想了一下 因为我比较喜欢银扣 那我除了挑这一条之外 我还有挑一条比较细的 就如果喜欢的话 你们可以自己去引楼试带一下 我知道我有一条是叫做古巴链吧 然后另外一条是叫做小邦 不知道 反正就是这样 然后因为既然戴了金色的 我就想说 是不是可以帮他们加一点很可爱的坠子 所以我后来又去网路上了一间 专门卖24K金的店 就是小网店 跟老板娘面交了三个字母 跟一个胖胖爱心的坠子 就在夏天搭洋装啊 或是搭一些 新年代背心会有个 换我眼睛的效果 自己蛮喜欢的 那现在秋冬的到 我就想说 要不要把他们拆下来 换一些别的饰品 但其实如果去去带 也是蛮好看的 就是我的时候 穿一件素色的毛衣 然后脖子上有一条的金箱 我觉得也是蛮好看的 好啦 那今天的三个小东西 就给你们分享 到这边 就算是一个我近期就是很常使用 然后也蛮喜欢的一些 小物的购物分享 那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这个影片 接下来我应该会开始 做的时候捡我的韩国Vlog 然后还有我的品牌 10月 9月10月的选品的试穿 我也想要把它剪出来跟你分享 那我今天身上的单品呢 都是来自我弟的选品品牌 我会把这件衣服的link 放在下面 那如果有心求 你们还可以去逛一下 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不要忘记 跟我按下下面的like 旁边的订阅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啦 拜拜